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硬汉奔色 八角龙内战鼓一惊雷响 拳台争霸实力对抗 热血交锋 火力全开 龙争虎斗强强对泪 血于泪的激战 成就谁的问丁拳王之路 全新综合格斗职业比赛即将在这里打响 第三战比赛在阳城广州继续打响 北京自由人联盟搏击俱乐部与河北丸石搏击俱乐部狭路相逢 即将发起恶战 绿军人胡布兰 中原苍狼曹任杰 金刚狼沙依兰 大将军叶尔伯塔 双方精锐队类 强者之政 一触即发 俄罗斯女将纳塔利亚挑战北京散打冠军刘晓妮 金国英雄血战擂台 谁将隐恨赛场 谁将登顶巅峰 精彩赛事马上呈现 游戏主持人 朱家梁 现场的朋友 让全世界听见我们呐喊声 好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MAE event of the evening Thanks to thousands of attendees And millions watching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live at Jinwumen in Guangzhou City GuanthongřChina The stage is set The president's are on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time to go on 现场电视机前以及网络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朱家良 欢迎大家来到金武门综合格斗职业联赛 2016到2017赛季的比赛现场 金武门综合格斗职业联赛 由健康猫阿里体育联合主办 广州市大象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运营成办 今晚进行的是第二轮第三站的比赛 将有A组四家俱乐部B组四家俱乐部登场对抗 当然任何公众的比赛都离不开我们秉公执法的优秀的裁判团队 下面让我们以隆重的掌声请出我们的裁判团队登场 他们分别是总裁判长李建文先生 裁判长李俊峰 裁判员王卫国 黄海 蔡岳飞 李强 程思博 曹华 张学正 杨小斌 王文丽 感谢裁判团队请稍事休息 同时我们要感谢金武门格斗电竞手游 幻田 天狼搏击健身俱乐部 100冲进牌 运动饮料 为本站比赛提供赞助 首先进行的是A组的对接 蓝方来自河北 玩石搏击俱乐部 我喜欢这个波级 我喜欢这个波级 刺激 我在立台上动力 迎战蓝方的红方俱乐部 是来自北京自由人联盟搏击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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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中飞龙 有请张云飞 大家好 我叫张云飞 来自河北玩石搏击 我练习搏击已经六年了 刚开始练习的是散打 我在后来接触到MMA 我喜欢这个搏击 非常刺激 我的对手最了解也是一个练摔跤的 对 我尽量打战力 发挥出我战力的水平 我叫张云飞 为赢而战 我在内台上等着你 接下来要迎战张云飞的洪凤选手 来自北京自由人联盟搏击俱乐部 身高1米70 体重57.11公斤 年龄27岁 职业战绩十战八胜 两副五次KO 绰号 救赎者有请郑晓亮 大家好 我叫郑晓亮 来自北京自由人联盟搏击俱乐部 自己这几天对这样非常辛苦 然后对自己的体能身体素质 还有技术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我这一场对自己的对手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我会利用自己的各方面优势去压倒他 我已经准备一个回合结束比赛 你准备好了吗 场上台湾 王文立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广州市参议区英东体育馆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由广州大象健合科技有限公司 阿里体育上海有限公司主办 广州市大象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承办的京武门综合格斗职业联赛 2016至2017的比赛的第三战比赛的比赛现场 出场的是由蓝方选手张云飞 绰号云中飞龙 来自于河北玩世波及俱乐部 20岁 身高1米68 实战8胜2次 一次KO 他今天的对手是来自北京 自由人 联盟国际俱乐部 郑小亮 绰号救出者 27岁 身高1米70 实战8胜2次 5次KO 我是本次评论员王汉 坐在我右边的是国内著名的评论员 乔波先生 乔波你好 王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 两位选手的风格是非常的鲜明 我们看到是来自于自由人格斗俱乐部的 郑小亮他是以自由式摔跤作为主要的技术根基 然后他的对手张云飞是以散打作为主要技术根基 那么这样一来双方从一开场 双方的各种的对于对方的这种 技术体系的这种敬畏 以及针对性的准备就显现出来了 是 因为北京自由人的教练 他的发起人姚洪刚 就是一个著名的MMA选手 也是一个自由式摔跤的选手 出身 我们看到果然是郑小亮是以着非常鲜熟的转换能力 打了个背 非常快 现在是下方的是来自于河北回湾时俱乐部的张云飞 小心 这现在是一个裸脚 危险了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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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要拍了 非常的紧 非常的紧 现在我们看到还是要 张云飞还是要是极力想要摆脱 他刚才用腿脚 灯开他想解开他这锁 他因为拿着他腰 拉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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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好 下面就是有 哎哟 还真是啊 还不到几十秒 二十多秒 也就是来自北京的自由人的邓小亮 用了一个裸脚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同方 郑小亮在第一回合 1分17秒 降服获胜的胜利 Fryor Red Quarter 有请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院长 张强向先生 为运动员颁奖 有请 我的优势就是 比大多数运动员可能更全面一点 因为上去时间比较短 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东西 接下来我会根据不同的对手 然后把自己所有的方面提高一个层次 我的对手力量非常大 地面的柔素非常好 我是抱着必胜的心 然后来应对这场比赛 我喜欢这个舞台 接下来 接下来要进行A组 第二场61.5公斤级的队主 首先代表 河北丸石搏击俱乐部的蓝方选手 身高1米72 体重61.40公斤 年龄19岁 职业战绩五战三胜 两副绰号铁皮 他就是霍斯坦 我叫霍斯坦 来自河北丸石基督部 就是喜欢这个格斗 然后就是2010年开始练这个 因为我喜欢这个比赛 然后就是来到这个比赛 他的就是摔跤 肉术好 我这次练了一个月 就是肉术好摔跤 这次没问题 我现在会在立台上中立 接下来由北京自由人联盟搏击俱乐部 派出的洪峰选手 身高1米66 体重61.26公斤 年龄18岁 职业战绩三战 全胜两次KO 有请 吴庆团 大家好 我叫吴庆团 来自北京自由人联盟搏击俱乐部 我们自由人团队呢 备战是非常充足的 主要的是打战力 主要的是打战力 然后我本身呢是练水招的 在地面有很大的优势 护士弹我第一局准备要拿下你 厂上裁判 蔡岳飞 收尾 下来 我们准备 走开 我们看到两位年轻的小将 霍斯坦诺尔夏提 代表河北无安市部位俱乐部 19岁 12米72 无性团来自于北京纪文人战队 18岁 身高1米66 霍斯坦的战绩是 五战三胜两负 而无性团呢 是三战全胜 两次KO的战绩 单纯的摔跤 因为他还有战力击打 所以说要把手拿起来 收好下额 好了 齐上位 他这个齐上位同时 这个诺尔这个 霍斯坦还真是不依不饶啊 在下位也是不停用双拳 击打对方头部 对 但是要小秦 为什么呢 他地面吹起 可是他身材啊 他被双腿 攻着他大腰的双腿 站住够不上 相反的 霍斯坦呢 他的胳膀长啊 刚才才底下 虽然才下位 但是双手呢 还拿够住他头不了 对方 对方 这样的话他可以借力啊 对 不用我的身体借力 把对方把对方设计个怼着往边 然后他自己借着力再进行推打 上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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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日月道水 他有时候故意抱你 上台给你把挤到这个围棕边上 就走为了咱们这个龙边 对方挤压了 挤压以后呢 加上对方也比较强壮 他想走开 我看他有点难度啊 这是以套的过程 对啊 我们看到这个无情团呢 现在上位还是一步一步地想要 蝉食对方 是的 挤压 现在作为霍斯坦来说呢 又站立起来了 是的 就来自于新疆的少路民国际组员 他们对于摔跤 可以说是从小也都是爱好之一 对 现在过去也真也有传统 就近年些年 这个新疆的圈积是水平非常高 是的 现在还是这个无情团的上位 但无情团呢 他呢 没有双腿没有跨进去 其实他大腰那 这样的话 他从身高上啊 虽然是把对方挤到这个 这个龙边了 但是呢 还是这个霍斯坦还站着 这个身 这个臂长的 还用手在做击打 是的 其实对于很多摔诱来说呢 如果说能把对手摔到这个程度 应该去一步步蚕食对手 对对对 好的 他从侧压位了 拿侧压位也还是好吧 我这干脆就 现在这个位置呢 正是无情团想要的 对 因为他身长可以够着了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处于下位的 这个霍斯坦诺下提 虽然他是可以说是散打 作为主要技术分析 但是呢 因为对于自由胶 以及看到无情团的话音未落 直接是要直接到城区的位置 现在好 他无情团占优势了 为啥两个腿完全进去了 现在坐着他的腹部那儿 这样的话 他这自己的这个身高必长 这会占优势了 没错 进去了 现在看到这个处于下位的 霍斯坦呢 可以说是面临的两难的局面 想要去翻 想翻 可是对方 一是没角度 二来讲 对方上身也太特别强壮 吴清团 你想想 因为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吴清团三战全胜 全胜 依靠的也就是林立的摔法 以及非常出色的上位控制 他这个也还可以 因为现在目前他来讲 不光是因为他有自由摔跤 他也练着拳法 我刚才看他地面吹鸡 他击打的直角还是可以 好的 现在在吴清团 连续的这种垂直 想要做十字顾 但是呢 还是选择控制住行为时 不能击打红脑 小心 非常危险了 吴清团有了 就看他手能不能绕过来 绕过去了一下 吴清团的这个 他的控制能力 以及他像蟒蛇一般的这种 绞杀力是相当高 有了有了 好的 这啥子在吴清团用这个裸脚 跟上他一样啊 非常漂亮 进来 这一局呢 他打得非常精彩 我们能够看到 红方选手 吴清团呢 他是更 从身形上来讲 他更多的 可能倾向于地面 那么蓝方选手 霍斯坦 可能在地面上稍差一些 可能回去再 加深一下自己的训练 那么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 4分22秒 相逢获胜 赢得非常精彩 赢获胜的赢获胜 赢获胜的赢获胜 赢获胜 训练水平 就一定能拿下这场 我说了嘛 第一局一定要拿下呢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本晚 A组第三场66.5公斤级的角逐 首先代表河北 丸石博击俱乐部出场的 蓝方选手 身高1米75 体重66.87公斤 年龄25岁 职业战绩 28战 23胜 5负 6次KO 绰号 霹雳神腿 他就是 刘天津 大家好 我是刘天津 来自河北玩石博击 因为金文文这个比赛的话 做得比较好 我也比较喜欢东河格的 更刺激 更过瘾 他属于脸摔跤的 我准备发挥出自己的战力优势 被摔倒 我也不怕他 因为我力量比他强 福布拉 小心我 KO你 接下来要迎战刘天军的蓝方选手 是一位我国哈萨克族的兄弟 大家都知道 也许由于地理的原因 哈萨克族猛足的选手 更多的 从小接触的摔跤比较多 想必他们的地面积会更好一些 蓝方选手身高1米78 体重66.54公斤 年龄22岁 职业战绩 四战 全胜 四次TKO 代表北京自由人联盟搏击俱乐部 出号 绿巨人 他就是 胡布兰 大家好 我是胡布兰 来自北京自由人联盟搏击俱乐部 恰一项的比赛表现不错 2分30秒 打赢然后TQ 这一场比赛 比赛是连战力的 我可以跟他打赞力 刘天君 这场比赛 我帮你击俱乐部 打赛上台半曹华 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之前好像还没有什么运动基础 所以也是一个神统 是战全胜还是TKO全胜 但对方可是打过28战23胜 也不能小事 完石俱乐部的主要是擅长是散打风格 那么来自于自由人的胡不兰 我们看到他现在还是非常的耐心 可以说年纪非常年轻 但是展现出来一个大将之风 他的给人风格就是一旦发现对手漏洞 将会没完没了地进行猛攻 就等于是怎么说呢 就像那种 杀手敏锐细节 对 比较敏锐 咬人不松口 是的 直到你降服你 但是在这个时候问题放在胡不兰身上 就是他如何能够去突破刘天军的 战力式的进攻 从身材看刘天军还是非常强壮 再一个呢 刘天军他也是28战23胜 可不是白给的 是的 高扫梯 而且前腿的高扫梯 这种前腿高扫梯呢 其实近年来呢 也是越来越多的选手呢 在综合格斗的赛场上运用 而且呢 一是可以直接打击对方头部 但如果打不到呢 对于对方的前筋的势头 也是非常反击 是的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 哟 这个怎么踢的高扁腿 没像我们踢的那么潇洒那么利落 不是 而是非常小心 是的 不要打了不倒 赶紧要撤回 是的 我看到刘天军的战价呢 是也是相当的低 要防止啊 这个胡布兰突然地下潜抱摔 刚才就是主的下潜 赶紧他这个又下压 他知道对方可能这个地面技术好 胡布兰这位选手呢 一旦呢 是拿到对方的把位呢 他会这个摔头和这个击打相结合 对 他也很有可能之前见到啊 他是抱着对方的这个 可以说是夹镜摔的一个把位 但是呢摔不到对手 但是呢同时 他一见摔到对手呢 马上另外一个拳头呢 一个小碎拳 可以说多打几十下的 将进行猛攻 但是现在你看着这个刘天军啊 这个反而是胡布兰的气质 是步步紧逼 是的 这个难道说这刘天军想败重取胜吗 我觉得还是刘天军应该是 顾虑的稍微更多一些 有点顾虑的 应该出动过啊 好的 这几个腿 这腿踢的不错啊 但是比较大意 像这种中段的扫踢呢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去瓦解 对手的这个上身的反而 特别是如果说对方感觉到 打到自己的内部呢 他可能手下掉 那就是起高扫踢的情况 对高扫踢 但一个就是说那个中间腿打得比较有力量 抱摔不好抱摔 因为他回抽的力量速度快 是的 好直接 但是同时那也是吃了一息啊 吃了一息 但是呢 他现在抱这个位置 好不好起 哎呀好的 到这个位置呢 将会是考验刘天军的地面的防守逃脱能力 但是呢 这个好在这个胡布兰没有完全把他两个腿扒开 骑到他腰部 要骑到腹部那儿就麻烦了 是的 好 现在刘天军想把胡布兰登开 一只脚放在了胡布兰的胯上 胡党的胯上 胡党登开吗 胡布兰现在呢 对于 现在刘天军的这种防守方式呢 对于胡布兰呢 其实 他的这个整个的身体重心呢 没有很好的一个护着和破坏 对 好的 漂亮 再走 现在过腿了 对 过腿以后把身体压回去就好了 刚才两拳打得很重啊 这是胡布兰 从身材上可能要比这个刘天军看到肌肉类型没那么好 但是他击打的力量可不次 是的 胡先生来看 而且从气质上也很压人 而且从地面技术上从现在来看 他可能要略高于刘天军 刘天军这个28战23胜的老将 连续的中选 哎呦 碰着应对手咯 一个断头 哦 断头了 要拿大腰就完了 双手扣大腰 看能不能逃 还是慢了一拍 但是呢 这个还不是说是没有逃的机会 哎呦 就要看胡布兰 这个断头台的质量 还有这个刘天军的 逃脱断头台的质量 谁更加的娴熟 我看有点悬动 这刘天军 这是很危险了 很危险了 哦 不是双手了 这小手他没进去 现在胡布兰在做的呢 就是想把这个刘天军挤在龙边 让他憋在那 或者是他主动倒就扣着对方大腰呢 是的 也有可能胡布兰是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绝对的身体的这个优势的问题 他认为他高度比对方高还行啊 身高的话1米78对方1米75啊 是的 好 现在刘天军做的呢 就是一个非常得当的防守 他的立直手臂呢是挂在了胡布兰肩上 但是又放开了 所以说他一直在 还是刘天军呢在逃脱的方面 我们看到 还是不够的果断 但这个时候对于胡布兰的双手的耐力也是一个考验 考验 他很执着我看 现在我们看到刘天军呢 又是使用这种挂肩的防守 还是非常得到 刚才胡布兰呢 是想要做一个正面裸脚的这个位置 但是呢我们看到放开了 逃脱了 但是别看这个逃脱了 但是刚才这几十秒十几秒 可能对这个刘天军是不利的 因为什么呢 没想到你的身材那么魁梧 但是对方呢 这个击打力量可不比他次啊 是的 好 第一个黑口比赛宣道 然后 succans的 所以请访问 拍摄ching 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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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